我想請教關於高端的部分 因為現在高端的合約曝光 大家發現說其實高端是在4月底的時候 才做這個二期 但是我們政府在5月28號的時候 就跟他簽了合約 那他只到6月才解忙 那大家就其實就是說 你等於是在高端完全不知道 他的這個效力 甚至他的有效期限 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然後一季還賣的BNT還要貴 這是不是有蠻多爭議 他就算昨天公布了這個合約 還是讓人家覺得疑點重重 譬如說他跟美國的國務院 到底什麼關係 到底有沒有付權利金 付了多少權利金 那另外呢 你 為什麼賣那麼貴 他現在講說 他原來要1000塊 我用現在881塊 好像已經殺了他價了 那他幹出跟你要2000塊算了 對不對 他那個上次廖晚祥提出那個資料 不是他一定要開價在700塊以上嗎 對不對 那700塊以上 那什麼叫以上 經常說 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 另外就是說 你也沒有做三期 你又不像國際知名公司 這樣有信用 有績效 你都沒有 那你憑什麼 跟這個什麼BNT 甚至比人家還貴 我覺得這中間疑點都很多了 然後現在回頭笑說 哎呀 不是保密30年 是保密5年 那你不早一點講保密5年呢 那蔡英文的論文 也改成保密5年好了 幹嘛要保密30年呢 所以我覺得這很好笑啦 而且為什麼選前不公布要選後公布呢 你這樣可以公布你早兩天也可以公布啊 為什麼搞到選後才公布 你就怕被人拿出來批評影響選情嗎 不是這樣子吧 昨天高端疫苗合約的公布啊 我覺得還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為什麼不再選前公布 一定要拖到選後公布啊 這樣的時間的選擇是不是刻意的啊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合約裡面啊 昨天公布的相關資料還沒有辦法對外說明到底要求這個合約保密的是高端還是我們的政府 因為這個在選前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提出這樣的疑慮那麼至少昨天所公布的資訊裡面沒有辦法適宜到底是高端要求還是政府所要求的那第三點那麼在昨天公布的合約裡面仍然疑點重重 譬如講就是有關於你保密的範圍還有保密的時間是不是無限的擴大 那第一個在條文裡面竟然說合約簽署前合約簽署後都要保密 請問合約簽署前你要保密保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政府有這個必要有這個責任在合約簽署前都還要保密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我個人覺得非常疑慮的就是他還有針對說法院如果要調閱資料的時候呢還要通知當事人還要通知高端 而且呢要盡量縮小範圍盡量隱藏相關的資料 那麼大家都知道這種合約呢事實上是行政部門跟高端所簽署的合約 為什麼他可以越阻代庖甚至連法院調閱資料他都要在合約裡面再去簽署一個事實上限縮法院調閱資料的權利 這個是在過去從所未見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疑慮應該留待未來衛福部跟大家講清楚 到底你們在整個合約裡面充滿了黑箱精神 你們所未何來到底是誰的要求 那到底真正的幕後的長徑人是誰應該對外說清楚 關於這個政部院長選舉 因為剛剛柯文全受訪的時候談到就是說 原本大家外側以為說跟國民黨合作的機率稍微高一些 但是他剛剛的意思是說其實感覺跟民進黨還有保留這種合作的空間可能性 因為他說畢竟民進黨跟新潮流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怎麼看這樣柯文全會態度變來變去 那這樣怎麼才能做 我之前就說其實政黨應該要有誠信喔 不要選前說一套選後做一套 那麼我還記得在選前的時候 很多位民眾黨的朋友都說願意支持韓國瑜 但是選後好像這個口風都變了喔 那麼我們還是會希望喔 這個政黨還是應該要有誠信 對國民黨來講那我個人還是會希望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希望能夠跟其他的在野黨共同合作 來確保我們可以取得立法院長的一個位置 那但是如果最後民眾黨尋求去跟民進黨合作 那我覺得民眾黨恐怕也要去跟他的支持者去說清楚講明白 那為什麼他們選前說一套選後做一套 就是他們開著這個條件 好大家認為啊有點像是黃瓜大龜 你要這個藍綠去比武招輕啊 那委員你們會認為這樣子 民眾黨姿態這麼高 國民黨還要跟他們合作 他們星期一民眾黨召開記者會的四個決議 我個人是支持的 因為我覺得身為在野黨 我們去支持國會改革 我個人是支持 那麼我也相信所有的政黨 還有我們的立法委員沒有人會覺得不要改革 那麼其實在國民黨 尤其黨中央在星期二也提出了這個新聞稿 也做出了說明 其實對民眾黨 星期一所提出的四大決議 其實也有善意的回應 所以我們還是會非常希望民眾黨 能夠跟國民黨來做合作 那委員怎麼看就是陳屁齊 昨天有點出發文說 就在選後的時候 國民黨那邊一直都要打給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就拒絕 而且還說柯文哲還說他不會再上當第二次 我覺得柯主席他要不要接誰的電話 這當然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權利 那麼至於他說會不會上當第二次等等之類的 那我必須非常負責任 而且誠懇地說 其實在選前 大家都記得那個藍白河的所謂簽訂了這個六大的決議 那最後反悔的到底是誰喔 那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主席 他要不要接誰的電話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覺得他對外屬 如果真的他講說他上當 那他是不是可以具體說他到底是上當了什麼 因為經過這幾天的討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要立法院的院長 政府院長要推韓昌沛 那你們自己的意願是怎麼樣 韓國瑜跟黃國昌 然後趙少康也喊話說副院長就讓給民眾黨吧 韓昌沛是誰講的 就是傳出他們願意這個 然後像昨天有問到一些藍營的人 他們也都對韓昌比較好 因為他們好像比較不信任黃珊珊 哇這實在太有趣了 韓國瑜加黃國昌 這實在是 這個畫面很難想像 如果郭月長讓給民眾黨的話 你覺得這次退國做的藍白好像還是什麼 這個昨天他們 黃國昌不是有出來開 前天吧 就是說重點不是誰要來當 應該說你們有沒有認同這種國會改革的想法 如果想要選人就要出來說明 一樣嘛 或許人要有證件發表 就是說你希望怎樣 所以不急啦 還有兩個禮拜給大家思考一下 那另外在這個立院龍頭的部分 因為民眾黨現在是關鍵少數 但他們現在選擇蓋牌 還出題說要藍綠要選的人 先把你的這個承諾拿出來 因為他們就出了四點 對 就是說可能院長要先統一這些才有 那趙少康是有在加碼還有一個國政改革 那怎麼看你認同他們的這個書法 我認同黃國昌所提出的四點國會改革的方案 那我也認為國民黨除了這四點之外 還要另外的加碼 比方說我們有發現說 國會的議員在跟我們的行政體系調閱資料的時候 他們經常開始用密件然後的方式 不予提供所有的資料 舉一個例子來說 當時賴皮寮 國安人員到底這三年多四年以來 花費了多少的預算在賴皮寮的身上 我們的政府竟然告訴我們這叫做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保護法裡面第五條清楚的載明了 國家機密應以最小範圍而為之 但是卻被現在的行政體系去做擴權 然後拿來去做成自己執政不利的遮羞部 這一點國會議員應該都不能夠認同 而且這是不分黨派的 因為不管你今天是民進黨是國民黨是民眾黨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就是全力的來監督現在的執政黨 當執政黨把國家機密拿來做為自己遮羞部的時候 如果立法委員同意了 那這就是閹割自己的這個一個權利 那也閹割了人民之的權利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未來 除非真的是有非常極大的國家機密 否則立法委員向我們的行政體系調閱資料 都應該要盡可能快速的提供 而且公開透明 有很多的立委跟我反應說 這大概七年多的期間 一些敏感性重要的資料 尤其是跟時事有關的 去跟行政體系要資料 他們都會故意的拖延 那拖延把時間拖過去了這個新聞議題點 減少了對民進黨政府的殺傷力 他才給你 可是這對於人民之的權利來說 也受到了實踐上的延遲 那所以說未來我們也要求說 立法委員向行政體系去調閱資料 應該在最短時間內 公開透明的來提供 那不要去濫用國家機密保護法 因為目前看起來 趙少康在昨天蠻早的時間點 就提出了這個回應 對 國民黨這邊其實有率先回應 但民進黨這邊看起來好像 沒有針對民眾黨特別的作用 是不是也是要趕快來爭取 我想我們一定會負責任的提出 我們自己的議長 就是立法院長的人選啦 那至於說提出什麼樣的人選 那現在我想黨中央這裡還在規劃當中 那我是新進的新科立委 那對於這些議事都還在研究的階段 不過我想呢大家在選舉期間 就對韓國瑜韓市長是寄予厚望 所以我想推出韓國瑜爭取國會龍頭的機率 應該算是非常的高的喔 那至於用什麼樣的方式合眾連橫在 國會的這個立法院長跟副院長上面 那能夠取得更多的機會 那我想這是黨中央現在積極努力 在思考跟布局的喔 那至於民進黨對於民眾黨的方案 是採取一個冷處理喔 那就可以看到他們對國會改革 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那這個我相信也會讓全民失望 就是說呢才剛新當選而已 然後呢在新的一屆的國會的任期 竟然民進黨對於國會改革 無動無衷 我們要知道就算你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你進到國會就是來監督執政黨的 當你都不監督執政黨 然後你去閹割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你也是在閹割支持你的人民的權利 所以我相信國會改革行政改革 是接下來不管藍綠白在立法院裡面 都會去訴求的 那誰訴求的少 誰訴求的多 人民支持與否 我相信很快會反應在民調上面 那會不會代替說 民眾黨最後轉一個民進黨的合作 那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民眾黨它本來就不是屬於藍 或不是屬於綠 他們是一個有自己主體性的政黨 所以能夠合作當然爭取合作 但不能合作就是公平的競爭 國民黨不應該也不可能 去把自己的執政的希望寄託在其他的政黨上面 我覺得這是不聰明的想法 也是不正確的想法 也不尊重其他的小黨 所以國民黨還是應該我們要思考說 如果我們認為在中間選民 在年輕選民上面 還有很多的耕耘空間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要逐步的去努力 那壯大自己的政黨 擴大民眾對國民黨的支持 在哪兒 假設啟動非常從雙方 也有非常受性 非常之急 如果我可以選擇